有的时候它们是五个,有的时候它们是一个,它们可以悄悄地变成一道白影飞到任何地方去。 火鸟弓是它们的绝技,由五人组成的特学小飞侠。 报告,我是一号铁熊。 我是南宫博士。 我们现在发现了向北移动的一个可疑的飞行物体,请你追踪。 啊,博士,是不是就是那个铁甲怪兽呢? 嗯,大概是不会错的。 一号请注意,凤凰号立即出动。 是的。 火鸟弓。 刚才就是科学小飞侠第一号,勇敢大胆的铁熊。 美丽聪明的珍珍,它就是科学小飞侠的三号。 这是科学小飞侠第五号,强壮耿直的阿龙。 科学家南宫博士,为了要粉碎恶魔党,企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就组成了这个满怀正义感的少年队伍,科学小飞侠。 他们将要听同南宫博士的命令,利用博士所发明的各种武器,去对付隐藏在世界上各地的恶魔党。 小布点阿丁,它是科学小飞侠第四号。 这是科学小飞侠第二号,冲进十足的大名。 中文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增广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墙爱在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φ末偏目圡前侠达三号,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科学小飞侠的成员 由一号到五号 现在已经全部汇合起来了 那个铁甲怪兽的影子 已经从雷达上面消失了 不过对方是恶魔党 我们要加倍小心 铁甲怪兽 像是个玩具的名字吧 有什么好怕的呢 小布姐 你不懂嘛 你不要插谁好不好 这个铁甲怪兽非常的凶猛 有很多老百姓都被残杀了 这个怪兽真是太可恶了 我们一定要用飞弹来对付它才可以 不行 战斗虽然是你们的任务 可是要找出恶魔党的本部 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铁兄 你是领队 特别要记住任务的重要性 可千万不要让他们做出 任何违背命令的行动才好 是的 各位科学小飞侠 我祝你们成功 铁兄 你看会不会再出现呢 我想一定会的 铁兄 说实在的 你想不想跟那怪兽斗一斗啊 怎么不想啊 我要狠狠给他一击呢 你笑什么 你们看 那是什么 打官启浪 不太对劲哦 阿龙 跟踪 知道 中国人 美国人 美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